雅萍今天我叫他不要過來 因為他回去還是想到就哭想到就哭 我說你不要過來好了 所以叫他去休息 我來處理 在黃金夜總會的時代 讓余大哥照顧了十年 然後當時呢 李翔全然後琪琪他們 熊美經常都會在攝影棚裡面 然後我們看他們從小一起長大這樣子 而且今天看到這個場面 會覺得真是非常難捨 本來今天是小英總統要過來 但是一早就打電話給我 因為昨天發生不幸的這個園警的事情 所以他今天一定要先過去 我說你一定要先過去 所以可能會拖到明天 這個中常會完了之後 才會過來 那今天還有幾位長官會過來 我其實我 我謝謝他們公務緩忙的時間 不必過來沒有關係 謝謝 雅萍今天我叫他不要過來 因為他回去還是想到就哭想到就哭 我說你不要過來好了 你這家裡休息 我來處理就好了 那余齡大哥你跟兩名的狀況 有什麼狀況都還好嗎 沒有啊 我就是一直希望說 看能不能夢到我差都沒有啊 睡前都還一直想 那你能有什麼話來跟爸爸講 我都沒有 謝謝各位 那其他家人有夢到起情嗎 應該都沒有 應該都沒有 有一定會跟我講 今天大哥你跟雅萍姐的狀況 身體狀況目前都還好 OK啦 就是傷心啊 看他每天都這樣子哭 我說拜託你不要這樣一直哭 其實也希望你不要哭 你不要讓他走不了 放不下心 我一直跟他講說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可是他也沒有辦法 他一想到就哭 我想到就哭了怎麼辦 我說你今天不要來好了 今天不要來 你休息 謝謝各位 謝謝 你大哥會不會擔心 那個雅萍姐的身體承受不住 最近身體還OK 對啊 所以大家都在安慰他 小孩子也都很擔心 說你不要再擔心了 其實他們比較擔心我 因為之前我才中風過 所以我會有時候會激動 他們會哭到他們很擔心我 他們反而很擔心我 於是勸我說不要 不要再想著爸爸媽媽 你們不要這樣子 好啦謝謝 血壓還OK嗎 今天出來有先量一下 每天量 這幾天都一百六十幾 血壓都很高 本來已經降到一百三十幾 但沒有辦法碰到這種事情 在黃金夜總會的時代 讓余大哥照顧了十年 然後當時呢 呃 余祥泉然後琪琪他們 熊妹經常都會在攝影棚裡面 然後我們看他們從小一起長大這樣子 而且今天看到這個場面 會覺得 真是非常難捨 那也希望 剛剛跟祥泉聊了一下 就是說希望爸爸媽媽都能照顧好自己的健康 每一天都很重要 沒有人想生病 沒有人想這麼年輕要離開 所以我也 這來看了 這一兩個月從 從朱立競走 然後前幾天艾成走 哇 其實 哇內心感受很大 會覺得 每一天都很重要 我也希望在場的每一位 大家都能健健康看看快樂的過日子 然後大家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余大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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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